新鲜起源傳說 我們今天玩一個蠻簡單的手遊 那我選在最新的伺服器啦 這遊戲看起來就是一個蠻簡單的手遊啦 玩法與攻略教學 我們直接講 以上它的新手攻略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直解這個任務就可以升等了 我已經升到四等了 而且我跟你們說 它裡面有很多座棋 跟那個什麼座棋等等之類的 它這邊有理線獎勵啊 非常的簡單 這邊是關卡攻略教學 你們參考一下 當然你不要看它戰鬥過程這樣沒什麼 因為我覺得其實 它最重要的是它的那個 裡面的系統 它裡面的東西很多 有一次我剛才看到它的那個全寵物圖件有點嚇到 它那個全寵物圖件啊 你們看一下 為什麼會追加 這是我覺得這個遊戲猛的地方 那它的玩法是那種以前就是你們玩的那種 網友的那種玩法 就是回合的那種感覺 這類型的遊戲其實很多 那這就是玩法與 攻略教學的部分 好這邊是提升戰力的部分 OK 簡單的遊戲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再參考一下就好了 那開始有送命水的樣子 這個嗎 這個遊戲我今天玩的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那個地圖 地圖觀 那有些玩法是採用超級簡單的玩法 就是這樣 好裝備強化 一直在推 那我剛才已經看全寵物圖件了 那個做起圖件要不要給大家看一下 夥伴還沒出 那精靈呢 精靈可以看了嗎 它跟魔寶一樣喔 它也可以桌寶 桌寵你看 所以它其實是魔寶的玩法嗎 是的 什麼精靈還不能看啊 啊夥伴也不能看耶 我們現在可以看的就是寵物就對了 好辦 這個時候它走耐玩累的啦 現玩有看到了齁 戰力強化都跟你們講了